我一直希望就是別人對我的低印象是非常鮮明的 覺得藍色就會非常適合 你走過去的時候會對我產生好奇 高中的時候偷偷去報名高職的學校 因為我想要學設計 媽媽他們都非常不諒解 後來就是有接觸到對我意義很中大的花瓣店 我發現這些字文化的東西非常吸引我 當我第一次穿上很寬的牛仔褲 那一瞬間我就覺得我從自己以後都是都要這個打扮 接觸到這些人失誤 我就知道你要讓自己的心靈滿足 是你要知道自己喜歡的是什麼 那個才是最重要的 我認為的Color Me Real是對自己負責 然後愛自己 愛自己就會去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反正就做就對了 其實我覺得在我秋雪階段的時候 我就是非常想要追求自己想做的事情 26歲的時候我告訴自己說 其實服裝設計這件事情 是一直我很想要去學習的 所以我就決定要去米蘭念泳妝設計 所以回來呢我想要提取創業 想要做出一個跟市場區隔比較不一樣的泳妝品牌 這份工作帶給我非常非常大的成就感 在這個創業的過程之中 對於我自我價值的肯定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非常喜歡這一次波本奶霜的顏色 因為我覺得它完美地詮釋我現在的工作狀態 挑戰也可以很帶出是我本身 古靈精怪又標新靈異雙子做的個性 我認為的Color Me Real是Dare to Dream 勇敢的去做夢 人生當中你一定要有自己的意念 告訴自己你一定做得到 其實呢剛開始我認為 我是不可能會去騎這麼重的重計的 因為我連摩托車都不太會騎 但是呢我真的學了大概不到兩個禮拜 利用假日的時間 我真的只有學會換檔 我就去芝加哥騎 而我居然沒想到我真的可以 而且我也愛上了其重計的這件事情 你如果沒有辦法喜歡做這件事情 你是沒有辦法堅持的 這一次的南無我真的非常喜歡 讓我也覺得是非常有自信 也不會覺得很突兀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非常自然的一個物色 我非常喜歡 我認為的真我時刻 就是挑戰從未想過的自己 我覺得我今天整個look呢 配合這個薑果色系的頭髮呢 我覺得可以更顯現出來我的個性跟活潑的感覺 國中的時候呢其實是一個非常乾扁 然後膚色也很有黑 一直到了大學的時候呢 那時候是受歡迎的 使我的自信度就是找回來一點 然後也會接到很多網拍工作 但網友就會回一些比較心山色的言論 那我當下其實感覺也不太舒服 我想要呼籲就是 不管是男生女生高矮胖瘦 這都是自己本來原有你原本的樣貌 所以不應該因為別人的言論 就想要去改變它或是否定自己 我認為Color Me Real 就是能夠真實地挺聽自己 最希望自己的樣貌是如何 不要因為外在的輿論而改變自己的想法 小時候我爸給我的教育就是希望我的個性不要太鮮明 所以我從小到大就是盡量不要太有自己的想法 任何人對我有要求的時候 我都會希望可以滿足每一個人的需求 後來我才知道說一個人你都這樣做的時候 其實你不僅沒有辦法滿足任何人 而且你還會讓你的心非常累 其實做自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同時也包容自己另外一方面的矛盾 今天這個顏色就是充分地體現了阿明這個角色 熱情 有活力的 很符合我這個本人這個樣子 我認為的Color Me Real是 什麼事情都可以過意不去 但千萬別跟真實的自己過意不去 Metri Fashion Color Me Real 中文字邊